有点没有声音 我可能刚刚太用猴了 没有什么声音 你讲了很久话 对 我讲了两个半小时 天哪 讲这么久 我的喉咙都没声音了 你是在演讲一样那种状态吗 对 就是很多人 然后就是在台上吧 用那个PPT这样子 对 那这种状态 而且声音一般情况会比较大声 对比较大声 结果下礼拜 讲得还不错 下礼拜说还要去 累死 我听你声音就有点哑了 有点哑了 对有点哑了 没有声音 好 OK 好我们 你Instagram登了吗 开了 有开了 那我来那个啥 看一下 好 OK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是大书中文 又是我们两个 对 周一 周一都是我们两个 对 对 然后呢 林子来了 欢迎林子 那 培静欢迎 还有World Lover 都是这些 就是常常来的学生 那其实呢 我们星期一都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学习中文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 学习方法 方法 对 特别大家学习中文会觉得中文是个特别特别难的语言 那所以常常会特别需要老师提供一些学习方法 好 我们的Real Ghost就来了 哦 聚脸之城 这个名字 酷 很酷 好 OK 那这个还有 当然还有Instagram上面的朋友 很多人跟我们说 你好 你Hello 大家晚上好 Instagram上面的朋友 欢迎大家 你也可以告诉我们 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 参书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 今天的主题啊 其实和很多朋友都息息相关啊 对 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习中文学了这么久 我们还不会说呢 说的这么不流利呢 这是为什么呢 参书 对 这个很多 怎么这么自然的就把话题丢给我了 好 那这个 佳佳来了 欢迎佳佳 好 我们还有春娇 那当然 其实呢 我在上直播课的时候 我都有这个聊天的环节嘛 我发现很多学生都会有一样的问题 我明明每天都在学习中文 为什么我说不好 那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 你学习的方向不对 嗯 比如说 很多同学是每天听我的直播课 那听久了 大部分都是看汉字怎么写 句子怎么造 然后你看到的是汉字的形状比较多 那你很少真正开口去用这些字 说这些词 所以我觉得方向错误的原因在于 你可能大多数是看题目 或者是手写 你比较少真正张口去说中文 输出比较少 输出比较少 那我个人是觉得输入当然要多 输出绝对也不可以少 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如果你真的想要把中文说好 属于说的这方面一定要单独拉出来多练习 那方法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很多episode也提过了 你可以去下载一些app 然后真的找母语者练习 或每周五找我练习 每周五我都有直播课 名额有限哦 抓紧时间哦 很多学生都这样了 一开始来都不太敢来 后来发现很多人上来了才来 你都聊不到了 排不到 那上来着急了 老师为什么那个人可以站这么多久时间 为什么 所以其实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很多学生都 我觉得大多数的语言学习者 不只是中文学习者 我觉得大多数的语言学习者 比较安于阅读 或者是看书面的东西 真的比较少会积极的张口 或者去找母语者聊天 大家都会觉得第一个害羞 不好意思 怕讲错 第二个 就是你还要再去找母语者 大家会觉得是很麻烦的事情 大多数的人都想要阅读而已 所以我觉得 讲不好大多数的原因是 学习的方向错误 不是说你不努力 是说你的方向错误 你都中阅读而已 比较少输出 对 好的 好 查出我有没有卡 我看你怎么有点 学说有点卡 没有 我看你还好 那就行 那就行 我的声音会很大声 他为何这个instagram上面的朋友打个招呼 他有几个他们说是他们是留学生 现在在北京 你们好 来自俄罗斯的朋友 还有尼日利亚的粉丝 然后有同学说是不是广东那边的 不是 我是台湾 才是广东 你说我吗 应该是我吧 因为我们都是南方人就对了 我们两个 对南方的口音 然后 有北京的留学生还蛮多的 对对对 我看到好真 好真也在北京留学 好 那么 这个月银说 大部分的学中文的学生怕说错 被别人笑 对 在学任何语言其实都一样 都一样 现在轮到我来说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扣着这个题目来说 就是 对 为什么学了这么久 还不会学中文 这么久 其实是有 我觉得这个命题 其实有点问题 怎么说呢 因为很多朋友啊 会自己觉得学了很久 但是他未必学了很久 其实一年两年 他学了好几年了 可是为什么这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个好几年 真的是那么有效率吗 对 是不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晚 就是今天学一点 明天学一点 他没有一个系统性的 每天这样一个习惯 所以到后面 你感觉好像时间过了 搜搜搜就过去了 感觉好像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我的中文为什么是这样 但是因为你真正有效的学习时间 但是因为你真正有效的学习时间 其实很少 之前我看个instagram上 有个老师还说过这个问题 他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要注重的不是年 不是多久 而是小时 你花了多久 学了多久 这个小时是最重要的 学了多少个小时 真正有用的小时 这个可能才能给你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当然后面这个输出很重要 但是是不是我们你们这个基础 真的有那么坚固 那么牢固呢 这个其实也得考虑一下 对没错 那参数说的就是 其实这个你们觉得久 各位同学觉得我学两年了 怎么还不会 三年了还不会 你要想想我们母语者花了几年 去深入的了解这门语言 那你们想起来 其实两年三年并不是很久 另外就是质量的问题 你可能这三年里面 不是每一天都很努力学习 我觉得积累的工作 功夫很重要 就像参数说的 你每小时花多少时间 真正很努力的在学中文 好 这位Jenny说 我学习 我才学了三年 但是不会说 所以Jenny你有 才 那Jenny你有 你有试着跟母语者交流 或交谈过吗 那如果没有 那你肯定是不太会说的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可能大家学习 可能也真的学了很久 但是你学的很多东西 可能不是那么实用 你不实用 没有一个应用场景 那你当然不会说了 对不对 你学的可能有些 太过于书面的东西 有些其实在生活里面 用不着的东西 你学了很多 但是你用不着 你就不会说 这也是有一个种可能性的 对 然后我现在来讲第二个 为什么大家学了很久的中文 还是不会说 我觉得大部分跟学习材料 也很有关系 对 因为很多同学是照着HSK的标准课程 来学习中文 听力也是用HSK的标准课程 那我必须说 HSK的标准课程 当然很重要 但是我认为 里面大部分的材料的用词 都太正式了 甚至我们现在听起来 很旧的词汇 它都还在用 比如说什么 旅馆这种 旅馆 旅馆这种 其实我们现在 感觉好像没有这种说法 就很旧很旧的一些用法 它还在教 像上一次有Tracy一个同学说 叫同屋 同屋这个词就是室友的意思 可是其实很少 没有人用吧 没有人用 所以在HSK的标准课程里面 有这样的词汇 那你如果表达出来 用的是这样的中文 那其实 我们母语者会觉得 你好像说的不够地道 所以我觉得 各位同学在使用 说的材料上面 也尽量去挑选一些 现代人在用的中文 比如说我们现在 YouTube或Instagram上面 有很多中文老师 他在教我们现在才会用的中文 包括一些网络用语 一些常用的词汇 那我觉得大家要去多接触 这样的材料 像很多播客 多听一些母语者在播客 怎么用这些词汇 你像我们大叔中文 就是母语者很轻松的 很轻松的交谈 我们用的绝对是 现在流行的词汇 我们不会去教你们 古时候的人说的中文 所以我觉得挑选材料上面 大家除了HSK的材料之外 也希望大家多去听一些 现代的词汇 先看一些现代的戏剧 或者是现在母语者 在听的播客 我觉得这个材料的选择 也非常重要 对 而且说到材料选择 什么 我们先跟一些同学打招呼好了 可以 先打招呼 好多人 Merry 欢迎 还有缅甸的朋友 欢迎 再来两位帅哥 这一定要讲 谢谢 这位同学是在台北新义区 在台北新义区 好 再来是来自摩洛哥的阿勇 阿勇 看起来是很强壮的 阿勇 他名字很强壮 还是看起来真的很强 我不晓得 太远了 看不到 好 然后这个林子说 要会说中文 赶快到Instagram 去找到Ben老师 这个方法有吗 应该不是 我刚才看到Ben叔 在Instagram上线了 他现在不知道 真的 上线了一下 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以为林子说 要会说中文 就要找那个Ben老师教你 你看这个同学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我们 要聊的主题 为什么学中文 一年了 说的不流利 那这位同学 学一年 真的没有很长 还好 是的 好的 然后这位同学说 李查老师的直播课 对学中文很有好处 我没有给他钱 他是自愿这样说的 就是对 就是大家都去参加 母语者的一些课程了 多跟这些母语者交流 有人三级了 还是不太 没有办法说的流利 还有最后这位 卢克 是莫桑比克人 欢迎 还有赞比亚 好多非洲的朋友 笨书说 我在洗碗 洗碗马上出门 好 赶快去吧 刚才有人是问笨书最近怎么样 是不是 好像是 好 OK 那赞书你念一下 培静的经验好了 太长了 对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第一次开始说中文比较紧张 需要鼓起一些勇气 第二次呢 会比第一次好 第三次以后就更轻松了 所以呢 要找机会多多使用 多多交流 多多练习 而且我觉得培静很棒 他都会找那种免费的材料 网络上非常多免费的材料 培静每一次都参加 所以我觉得 他很会找这些免费的资源 我觉得也不错 他参加的是什么免费的资源 像我的直播课啊 还有这种类似 还有很多脸书有一些机构 汉语机构也会免费的 也有这种 也有上课 我常常看到他们去上 对 也是可以上去和那个老师交流的那种 是吗 对可以的 那赞书请再告诉我们 为什么很多同学学习这么久 中文还不是可以说的很好 就是我其实可以接着你 上面说那句话 就学习材料 为什么我是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想想看自己作为这个我们自己国家的人 我们接触母语的时候 你平常会说哪些话呢 你想想看 你平常喜欢聊些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你要接触那些语言材料 完全不是你喜欢的东西 你肯定聊不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找到自己平常自己用母语会聊什么东西 那么你就找一些这些 比如说你的目标语言是中文 你找这些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你喜欢钓鱼 你多去了解一些钓鱼的东西 对吧 你喜欢打游戏 你多了解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你知道的越多 你脑子里它慢慢的就能形成一个系统化的东西 你自然而然的就能说出来了 因为它们在你脑子里就形成一个习惯了 就是你第一反应 一开始是自己的母语 慢慢的由于接触多了中文这种东西之后 你可能第一反应变成了中文 然后自然而然的真的就能说出来 这也是一种这种可离写进输入的这么一种状态 输入足够多相关类型的东西 你喜欢的感兴趣的东西 自然而然真的是能说出来的 这个就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而且参叔说的就是尽量把学习语言跟你的兴趣做结合 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学生 他想学习中文 跟我上课上了半个月之后 他发现他没有进步 因为他发现中文很难 不是我教的不好 是他真的发现中文很难 那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 你可以从兴趣着手 你不一定要上我的课 但是我最后一堂课我就问他说 你到底对什么会比较有兴趣 他说他对车子很有兴趣 他很喜欢车子 那我就说我建议你先去看一些中文的汽车杂志 或者是一些汽车的论坛 然后讨论一些汽车的 找一些喜欢汽车的中国人 多跟他们交流 然后他就说好 老师我会这样做的 之后大概再过了两三个月 我在跟他线上在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他中文进步非常的快 他说因为他真的很喜欢车子 他看了很多汽车杂志之后 他去找里面的生死 不会的他都去查 而且他很有兴趣 而且得到了一些中文汽车的词汇之后 他就去跟中国喜欢汽车的中国人去交流 他真的聊了很多汽车的品牌 汽车的性能 汽车的样式 款式 然后通过这些交流之后 他中文进步非常快 而且他会很多词汽车是很难很难的词汽 这是活力活用 对用起来了 对 所以在过几个月我发现他的中文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可以说的很流利 当然还有一些腔调的问题 但是他可以表达他想要表达的 所以我觉得跟兴趣结合之后 而且会让你比较有动力的去跟母语者讨论一些 你比较有兴趣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兴趣跟兴趣结合真的很重要 包括像参数刚刚说打游戏 我知道很多人学中文或学英文 是通过打游戏 然后用那个语音跟对方组对 然后他就会讲那个语言了 听久了也都懂了 因为打游戏是最喜欢的事情 你自然而然会努力 想要去了解里面的词汇 真的 这个我就可以说一下我儿子的一个例子 我们也让他学英语 从小就给他会接触一些 一开始会听一些动画片 看一些动画片 最近会让他看YouTube上一些视频 他最近喜欢玩魔方 你知道吗 魔方 你们不知道台湾也叫魔方吗 魔术方块 对 然后还喜欢玩乐高 他就专门去找这些YouTube上 这些类型的视频的英文视频去看 因为他很感兴趣 然后他又通过他们讲解 他也看得懂 所以他不断地去吸收这些东西 然后吸收的多之后 平常和我们玩的时候 就动不动就说英语 但是他已经很习惯了 能说一段一段一段的英语了 不像只是一个词语而已 因为他输入足够多 他知道了解感兴趣的东西之后 他就能自然而然生成一些中文 不英文 自然而然说出来了 对 对对对 而且这个让我想到 你看小孩子学习语言 你不会去强迫他一定要把什么汉字写起来 或怎么样 大部分的像幼儿园的孩子学习中文 都是自然的状况 比如说幼儿园的老师拿着一本故事书 我要念故事咯 然后小孩子就很有兴趣的围在你旁边 听着故事 那有时候你觉得他听不懂啊 可是 其实他跟着那个情节 他会猜那个东西的意思 对对 智慧的意思 然后慢慢就训练自己猜字能力 然后这个 这些词可以扩充到哪一些另外的词上面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把自己 好像变成小孩子一样来学习一门语言 透过比较自然没有压力的方式 我觉得会更好 好 我们有好多同学 在打招呼是吗 对 这个柬埔寨的南 南与豪 特别的名字 Tracy这个想法很好 那参数念一下好了 我觉得母语者要求的不太高 听得懂就行 可是我们想要的比较高 自己为难自己 自己不能说阻碍吧 就是为难自己就行 只有越过这个门槛就好了吧 对 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很多人都等 想要等自己会说完美的中文之后 对对 才想要跟母语者交流 怕母语者听不懂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就是母语者都不一定能够说出完美的中文 我们讲话也常常犯错 也常常讲错话 也常常用错词汇 语法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有机会能跟母语者交流 你就做 不需要等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想要等到自己能够学到最好的状态 再去做 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 你今天有机会跟母语者接触 就好好的跟母语者聊聊天 试试看 不要怕犯错 也不要太要求自己 太苛求自己 对 而且查出咱们俩都是学英语的 对我们英语专业以前学的英语 我记得以前确实也有一个心理 就是生怕自己这个发音不够好 就是不敢说 就觉得自己发音口音太重了 也不敢说 说的也怕有些自己用词不地道 感觉说出来怕别人笑话 都是这给自己 就像这个同学说的 给自己设限太多了 其实真的没关系 就用呗 主要是用嘛 怎么用 用得多的自然就顺了 对 我觉得很多同学真的对自己 就是要求会太高 我觉得不需要 因为语言说到底 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而已 所以不需要 一定要很要求到非常完美了 你才去输出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 会导致你的输出量会不够 你总是等 希望等到一个完美的时机点 我倒觉得有机会 你就试着输出看看 然后多多的练习会更好 好 OK 还有这个Bright Rice 就是常常来我们的节目 然后这个汉奸说 大部分 大多数的时候 对自己的口语没有信心 这个信心也是个蛮大的问题了 信心其实是培养起来的 它不是天生的 没错 你只有不断去说 去和人交流 然后得到很多反馈 别人给你反馈 就说 你说的还可以 然后你慢慢才能培养起信心 信心不是天生的 没法天生 因为中文不是你的母语 对不对 没错 我觉得学习语言最大的障碍 就是担心 你会担心自己没时间 你会担心自己的方向错误 你会担心自己设的目标太高 你会担心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人不只是学习语言 人在很多时候 都因为担心这样的一个情绪 而延迟了你学习的机会 所以我是觉得说 像我以前学英文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 我要学得最好 后来发现 诶我语法学得很好 英文的语法学得很好 词汇背的非常多 我整本字典都背起来了 然后我考试也都考过了 很高分通过 可是我发现我最弱的是 口语能力 因为我常常对自己没有信心 觉得跟老外说话 好像总是有些词汇 无法完整的表达 那结果呢 我发现学了英文学了十几年了 口说还是很不好 口语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到最后还是不要太过担忧 不要想太多 该练习就练习 直来直往的 该做就做 其实我觉得学习语言 讲到后来都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了 是的 不过还有一些方法的问题 我们要不先看同学有说了什么 咱们再继续说 好 学习一种语言 最重要的是语言环境 通过了四集很久 现在只能自己多学习大书 他的意思就是他现在没有那个语言环境 对不对 那蔡叔 你的环境 我觉得说实话 对于这个口语 就是有影响 确实有影响 要是在一个中文的环境下 能和人多交流 肯定是好的 但是他语言啊 他不止只有一条路 我们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 所以一句话叫做 条条大路通罗马 对不对 对对 就是你要达到那个目的 其实也可以有别的方式 就是你不在一个中文环境下 你可以采取一些别的方式 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其实也能练习 之前我们的嘉宾 这个来自印度的加尼 他是自己想象 自己想象和很多人在说话 他就把一些话题和别人说出来 这个也是很好的 就是你想象就是一个场景 或者一个话题 你自己把它描述清楚来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其实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我一直很推荐朋友 大家去用啊 就是你去总结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看了一个电视剧 或者看了一个故事 你想试着用自己的语言去总结一下 你就会发现其实挺难的 你要把它说得很好 挺难的 但是你要练得多了之后呢 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发现 自己变成有一个比较全篇的思维 就是一个完整的中文的思维 而不是一个个 只有一个个词语的思维而已 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要语言的话 一定要形成一个全篇的思维 一个完整性的思维才行 不要停留在只是一点点的词汇而已 所以需要这个方法 我觉得就推荐大家用一下 就是不管是你看电视剧 读故事 或者看到一个 比如说一个老师谈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你用自己的语言总结一下 就不要管老师怎么说的啊 用自己的语言想一下 我要说同样的内容 我会怎么说 怎么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Ben叔说 大叔们在油管 给大家创造语言环境 Ben叔讲到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好像该进广告了 忘了 这个我永远不会忘记 各位同学 大叔中文 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好 那请大家看广告 想要跟着大叔们一起学中文吗 那就加入我们 成为大叔们的肉吧 你可以是小鲜肉 可以是小咸肉 可以是小鲜肉 还可以是小鲜肉 不同的肉 不同的福利 额外视频 播客精选词汇例句 大叔故事文本词汇表 还有每周和大叔们的见面会 不见不散 好 OK 幸好我脸皮比较厚 听到自己声音 我觉得也还好 要是我早就 我不喜欢听到自己的声音 好 本书说他也不喜欢听到自己的声音 我是OK的 蛮尴尬的 好 脸书有一位朋友说 他觉得说不好 重点在于这个输入可能不够 输入不够 我觉得输入也是一个一对 当然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个人认为输入跟输出是要平衡 不能都输入 也不能不输入而输出 对 所以的确这个输入 我们常常跟可人老师聊到这个 comprehensible input 输入绝对是很重要的 好 对 这位同学说的就是刚刚参书说的了 用自己的方式 用中文去总结 或者是复述 复述不一样 复述其实你要大体接近原来的那个文字 最多是总结 用自己的语言去总结 而且总结的方法 我觉得大家可以尽量去思考一下这个事件的人事实地物 不是随便总结 而是尽量用系统性的方式找出一些线索 人事实地物去总结 比较会有效率一点 不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好 那这个小牛这个想法还蛮不错的 参书来念一下 现在比以前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 可以上网学习 所以环境不是太大的问题 确实语言环境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对不是绝对的了 当然你在 你在中国 如果你愿意多接触母语者 你当然会学得更多 那你在中国都躲在屋子里不出来 那肯定还是学不好 所以还是看你的学习心态 一定要能够多跟母语者交流 跟接触 对 查出一个朋友给我们 捐墙了 你在哪儿 我发现 我找到了 这位同学 对 就不少 捐10美元 谢谢 太好了 那我决定把这个就放在这里了 9.99美元 谢谢 有同学问 参书现在住在哪 我住在西安 西安 大家不知道吗 西安 在陕西 对不对 陕西 这位同学来介绍自己了 来 参书 一定要念一下 要念一下 我来自墨西哥 住在海口 我是一个住在海口的外教 感谢老师们的时间和知识 他住在海口 海南那边 海南岛那 海南 那谢谢你捐这么多钱给我们 很感动 好 那这个佳佳说 错误的次数越多 进步越快 对 我们从错误中学习是最好的 前面是不是有个朋友说 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 有没有人说过 是 不过Tracy说的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好 像听得懂母语者应该懂他们的口音吧 比如以前有人分享一些 怎么听懂北京人的秘诀 他们把知发成知 比如说知道 变成了知道 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知道 这个可能反而 没有那么夸张 比较是近上口语的感觉了 口语说的快才会这样 对 不过大家还是要念知道 对不对 知道 对 其实整体现在中国人 整体特别是年轻人 普通话都还挺可以 挺清楚的 对 也不会受方言影响那么大 其实还好 都还好 因为现在普通话非常普及了 所以基本上大家到中国 听年轻人说的普通话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 一说到西安就想到肉夹摸 对 超好吃的嘞 推荐大家来西安吃肉夹摸 好 这个 达叔你打算创造个广告视频吗 像大叔中文广告的视频一样 不要了 不要了 我这个 我没办法 不用了 其实这个 我已经有点放弃我的频道了 反正我就每天直播就好了 不过大家如果要加入会员 请大家加入大叔中文的会员 我觉得会很值得 因为你加入查书的频道 我什么都不会给你 我只会让你 就是每天有直播课而已 但是大叔中文有很多学习的材料 对 我顺便再说一下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总结这个方法 我其实自己也在大叔中文上 就是实行这么一个方法 实验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每周会出一个哈利波特的有声书 就是左面是我自己在读 右面是有文字 有带拼音的文字 同时呢 这个会成为我们会员福利 就到时会提供文本 还有一些就是词汇 词汇很多 方便就是一页文本 一页这个词汇 我用的其实就是总结的方法 就是我呢 会先看 我会先看一下这个故事 他哈利波特的一章的话 一般有两个故事段 我一般看一个故事段之后 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 我就把自己沉浸到这个故事里头 我用自己的语言去写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之后 发现这个故事 其实是文字是非常中国话 非常地道的中文 不是那种翻译的中文 因为翻译的中文是 让中国人听起来是很奇怪的 这也是一个方法 比如说你也可以实行这种方法 就是你看到一个故事 你用自己的语言 不管是哪种语言的故事 你看到自己母语的故事 也没有关系 你用中文来想一下 怎么总结出来 把自己沉浸在这个故事里头 想一下我是作者 我是怎么写这个故事的 对吧 不要很简单 你写具体一点都可以 假如我是这么一个作者的话 我会怎么写这个故事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个方法非常好 这个当然是不限于任何的题材 各位同学 你可能看了HSK的某一篇文章 你可能看了某一篇阅读的考题 你可能看了某一本杂志 你都可以事后用你的方式把它总结 甚至说出来 因为其实在HSKK 口语考试里面 是有这个环节的 所以如果你多练习复述 或者是总结这样的技巧 对你通过HSKK的口语考试 帮助非常大 所以我也蛮建议参数数的这个方法 用总结 甚至复述的方法 我们等一下可以谈一下 总结的方法是非常好的 而且也能够大大的提升 你对中文的理解性 去习惯母语者怎么说话 对 然后辩书说也可以找一个朋友 人流写故事 或者是人流说故事也很好 对是的 这个我们好像提过 像我有一些学生 他们五个人组成一个Chinese Corner 一个汉语脚 他们就每个星期两次 在这个上网 大家可能人流说故事 人流分享文章 他们的中文进步非常快 不一定要母语者在旁边 但是他们的中文进步很快 语言者其实就是你 因为首先我是觉得 它就是这样一个输入输出的过程 你输入的话 比如看我们大叔的节目 我们三个说的都是地道的中文 其实你是有这个真正地道的输入的 这个时候你不管和 和不和中国人说话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就是努力的去说 尽量的去说 你慢慢的这个中文 才能变成你的一个习惯 对 那这个最后我想提一下就是 刚刚有同学提到复述 复述基本上就是你可能看了几行 你照着念出来 然后这个方式我觉得也很好 我记得我以前在学英文的时候 我就拿着英文课本 坐在楼梯上大声地念课文 我觉得这对我英文的语感 跟这个流畅度很有帮助 而且呢 我因为在楼梯上大声念 很多同学过去 我都要训练自己的胆子 我不会难为情 所以这也是很好的训练方法 所以在这里也蛮推荐大家用复述 读后复述 还有另外一个技巧就是影子跟读法 影子跟读法的话 比如说你可以听阐叔的游生书 哈利波特的故事 然后阐叔念一句 你也可以跟着他念一次 因为阐叔在这个有声书里面 说话的速度 没有像聊天这么快 所以你可以跟着他 做影子跟读法 shadowing 我觉得复述跟影子跟读 都是非常好学习中文的方式 因为你找母语者交流 你不可能每天都跟母语者说话 不可能的 所以在没有跟母语者交流的时候 你就可以多多用影子跟读 或用复述的方式 来训练自己的口语能力 好 OK 那这个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分享的方法 不晓得对大家增进这个口语能力 有没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加一加一加一 加一加一 要要 我还要多听听 其他关于学习中文的有效方法 或者你真的很喜欢大叔中文 要学习他 我不多说了 你们懂我的意思 要这样子 成为我们的会员 成为我们的会员 好 那么我们 笨叔知道我们的意思了 要拜拜了 对 好 那也谢谢这个Instagram上面的朋友 蛮多朋友支持我们的 好 那参叔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吧 拜拜 拜拜 笨叔路上小心哦 笨叔小心 走路 走路注意点哦 不要看到眼睛 不要看女生 看到眼睛都掉下来了 拜拜 拜拜 拜拜